欢迎收看今日焦点 近日武汉解封 有民众发视频显示 武汉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跳起了广场舞 然而目前疫情蔓延全世界184个国家 已经有158万人确诊感染中共肺炎 全世界有超过20多个国家的 首例确诊病例是武汉人 作为病毒的发源地 中共官方却只有胜利和再歌再舞的庆祝 近日在雷神山医院前 竟然举办了骇人听闻的庆功仪式 人们穿着红色的衣服 挥舞着红色的五星旗 在红色的地毯上再歌再舞 有民众说死了那么多人 疫情远远还没结束 工厂付不了工 学校开不了学 真不明白这些人庆的是什么工 也有人说站在雷雷白骨上歌颂独裁者 丧事当喜事办 而另一边却是武汉人排队零骨灰盒的场景 武汉武昌殡殡仪馆发出通知 说从3月25号开始零骨灰盒 希望清明节前可以发完 每天发500个 而武汉有7家殡仪馆 有人粗略算来 这样发下去已经会有45500个骨灰盒要发放 但是官方却对外宣称武汉只死了2000多人 据悉 当局给3000元换取民众在领骨灰的时候不许哭 在疫情发生之后 亲人死去 没有人站出来为疫情负责 也没有人给他们死去的亲人有个说法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领到的骨灰盒里面 是不是自己亲人的骨灰 而另一边却迫不及待的开始了歌舞生平的载歌载舞 古语说 邻居家如果有了丧事的时候 你在这边聪明就不要发出太大的声响 人家家里有了丧事 心里肯定难过 而村里边如果有人出病的话 你就别唱歌了 意思都是说 人要有同理心 别人有了难过事情的时候 要照顾别人的感受 人要有同情之心 恻隐之心 有民众说 家里亲人都死了 还要再歌再舞歌颂党吗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最亲近的人去世都无动于衷 这违反人性 跟大家分享个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 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厨师叫易牙 易牙给齐桓公做菜 有一天 齐桓公无语中说 他吃遍了山珍海味 还没尝过婴儿肉 没想到 易牙却把自己儿子给杀了 做菜给齐桓公吃 齐桓公很感动 认为易牙对他很忠心 但是宰相管仲却不这么看 管仲说 人都是爱自己孩子的 他连自己儿子都忍心杀掉 对别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管仲死后 齐桓公没有听他的话 远离易牙这些人 最终 在一场宫廷斗争当中 易牙等人把齐桓公关起来 将齐桓公活活地饿死在宫中 齐桓公临死之前感叹 说管仲真是英明啊 可惜当时我没有听他的话 才落得今天如此地步 当人泯灭人性的时候 是很可怕的 然而在无神论的前提之下 中共却一直在做着让党性取代人性的事情 在文革期间 中共强调党性 即使家人之间也要划清界限 造成很多骨肉相残 亲朋好友反目 人们心中的人爱和信义 都沦丧在政治之下 在文革期间 博一波是61人叛徒集团案的首犯 他的儿子薄熙来 为了表达自己的阶级立场 对他父亲一顿拳打脚踢 还踹断了他父亲的三根肋骨 1966年12月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 被拉到他女儿当时上学的学校 北京钢铁学院进行批斗 当天 胡乔木的女儿也上台发言 批斗他的父亲 最后还喊出 砸烂胡乔木的狗头 胡乔木的女儿 虽然没有去砸老父亲的狗头 但是真实的惨剧 却发生在北京的另外一个地方 有一个中学生 他父母被认定是资本家 红卫兵把他父母打得半死 又强迫儿子再去打他父母 这个中学生便使用哑铃 砸碎了他父亲的头 而这个人最后自己也疯了 在土改 反右 文革运动中 都出现过大量这种反人性的运动 让子女去揭发父母 夫妻反目成仇 中共的洗脑教育 让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 都泯灭在政治之下 目前 政治运动似乎已经远去 但是中共洗脑教育后 留下的党性 依然肆虐在中国人的心灵 让人们漠视生命 失去作为一个人 本应有的作为人的关怀 和对他人的关心 国人只有抛弃党性 恢复人性 才能够重活自由的心灵 恢复正常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温暖 好了 感谢收看今日焦点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